水马龙的十字路口 一名男子骑车追撞前方的女骑士 两个人重心不稳 纷纷倒地 女骑士还被机车压着脚爬不起来 而肇事的男骑士站起来之后 尽管走路一拐一拐的 但还是忍着痛将女骑士扶起来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8号早上8点多 桃园中正路与三名路口 两辆机车碰撞后倒地 两位骑士都受到查措伤 警方获报后赶紧前来处理 当时正值交通尖峰时刻 警方立起交通追警示 并在事故车辆后方摆放警用机车 正在现场制作笔录的同时 肇事男子向原警表示 自己要赶去参加高普考 警方初步完成资料记录之后 立刻开警车护送男子到考场 原警沿路名警笛 并且按着喇叭开着巡逻车 载着男子赶赴考场 原本十分钟的车程 只花了三分钟就赶到 男子踏进考场一分钟后 钟声才响起 也顺利让他赶上考试 东西新闻 黄启动 桃园报导 和桃园报导